使得他不会大幅的向外扩进 对着我们感到非常的敬佩 前总的马英九参观武汉疫情展览大战 让全球陷入疫情危机的中国 行政院长陈建仁看不下去 马总统这样的一个讲法 让我没有办法理解 他这样的屈从附和 我不晓得他这样的用心在哪里 他自己是因为都没有做事情 所以有点心虚 因为讲这些话 其实都跟事实是不相符的 不仅如此 马英九跟国台班主任送他会面 高唱原汁原味九二共事 所有中国宣布两岸航班PCR改快筛 被解读中共力多给国民党 让蔡政府难看 马英九访中处处绕着中共剧本走 行程也乱套 说30号新增疫情展览 把与武汉学生座谈提前一天 31号原本搭高铁到长沙 参访周南中学也突然取消 随心媒体询问31号行程时 马办始终静默 直到隔天8点42分 才表示没有公开行程 可能没有公开的 海上要从大陆这样移动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请大陆政府在帮忙的 感谢他们那时候的帮忙 我觉得非常的符合人情历里 根据最新民调 马英九访中时 中共表示希望和平早到来 有多达五成七民众 认为中国是破坏两岸和平因素 更有54%的人支持台湾独立 两岸统一只有16% 而日前采访台的台英国会小组主席 史多华也对马英九喊话 毕竟马英九此行 难免成为中共 剑指蔡政府的棋子 从称谓行程 甚至说出口的话 如此恪随主辩 引发国人反感 谢谢大家